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随着新冠病例激增 美国医学院的学生渴望为他们的社区服务的新闻 随着新冠病毒病例在加州的激增 医院再次受到致命疫情的冲击 情况进一步恶化 该州已经向美国国防部请求从美国空军招募医护人员 为医院工作人员提供救助 大约200名医护人员目前在全州的8家医院工作 在人们越来越担心医护人员短缺的情况下 疫情也在该州蔓延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2017年的一项研究预计 2025年初级保健临床医生的缺口大约为4700人 在新冠病毒给本医紧张的医疗体系造成巨大损失的背景下 8名加州学生迫切希望为这些工作者提供帮助 因为洛杉矶医疗保健计划提升了安全网奖学金 所以他们选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医学院 医疗保健的差异就像那些在非裔和拉丁裔社区 在大流行期间已经显现出来 特别是在加州 卫生官员说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拉美裔人口占39% 但是在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中占56% 在死亡人数中占46% 非裔美国人也受到全州的关注 官员们说他们占加州人口的6% 占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4% 但是占死亡人数的8.5% 加州的数据显示 占人口37%的白人占17.5% 占死亡人数的30% 洛杉矶医疗保健计划的首席执行官说 对于很多有色人种来说 这份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尤其是考虑到与教育相关的费用 他说到上医学院的费用是一种威慑 所以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原因之一 是确保那些本来可以成为好医生的人 不会因为付不起学费而放弃医学院 所以这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认为人们应该认识到 我们需要让少数族裔学生 对科学和医学更感兴趣 并且鼓励他们 就其实 SY turtle计划他们 对科学和医学更感兴趣 而且 víWhich 你尽管 真的 我们tant